香噴噴蛋黃奶油醬配上煙燻後切培根 每一口都吃得到奶油香氣 還有加了滿滿蛤蜊以及裸勒醬的義大利麵 再用鮮蝦做點綴 通通在超商就能吃到 7-11的義大利麵每年熱銷超過2000萬份 換算下來可以疊8200多座台北101大樓 我們在義大利麵的商品的規劃 其實我們持續會開發不同的麵體 或者是不同的口味 跟義大利主廚合作的一些義大利麵商品 肉騰騰冒著煙的義大利麵 搭配吸滿番茄醬汁的大塊雞肉丸 還有鋪滿香腸肉末的青花菜貓耳朵麵 全家找來台北知名義大利麵餐廳合作 推新款義大利麵 目前價上只有多達13款 甚至還有冷義大利麵 那隨著我們的品牌建立 在去年也一舉創下了8億元的業績 我們有望今年義大利麵整體的業績 能夠成長超過三成 經典紅醬熏腸 白醬蛤蜊 還有帕瑪森起司肉醬 等多種口味 萊爾夫同樣也有推出義大利麵自由品牌 各大超商積極搶攻義大利麵即時商機 根據經濟部統計一百零八年即時餐食產值 高達兩百九十六億元 連續十年刷新記錄 義大利麵的定價也不會太高 所以在整個份量上面也不會太多 所以對一般消費者認為說 在對身體的負擔也不會太大 那這個我想是超商在推行義大利麵的時候 在市場上面可以熱銷的一個原因 不只臺灣 全球也掀起麵食蜂巢 麵條市場規模將從去年的五百二十六億美元 二零二八年渴望成長到近六百二十四億美元 不過國際股物理事會預測 這兩年全球印利小麥產量 將降到二十二年來新低 未來國際上義大利麵條價格 可能將跟著走高